我看你今天这么开心 除了地产开发权外 还有别的好事情吗 你觉得 像叶令的事情得以完美的解决 这还不算是好事吗 听说简式那边开心坏了 直夸我们魅上碰的男一人叶令 让简爱广告得到了最好的宣传效果 他们还要奖励有关的宣传人员 给 心灵之旅眼外拓展训练 就是带着一帮同事 去眼外呼吸呼吸新香空气 说白了 就是增加团队合作 增加团队的凝聚 地点是在一个风景优美 环境优雅的西西山上 他们说的倒是挺好 不如就把这件事情丢给魅上的人 看他们谁想去谁去 既然是检式奖励所有广告团队的人员 那就这样去做好了 所有的广告团队人员全部参与 包括我 怎么 你也要去 不可以吗 这种活动你从来不爱参加的 那要看跟谁一起参加 去西西山拓展训练啊 我也好想去啊 可是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三个我都不够用 更别说出去玩了 陆陆 小点声 喂 那你们都谁去啊 姐 肖肖也去啊 真的 我好羡慕啊 好吧 那只能助你们玩得开心点 回来见 好 拜拜 你先出去吧 好的 外面好了 叫你 嗯 老大 抬头 我看看 叶琳优伴 你真是越来越帅了 你刚才跟谁聊天了这么开心 我呀 跟我妹上的同事啊 听说检是为了奖励 负责简爱公寓广告的相关人员 明天邀请大家一起去西西山 进行拓展训练呢 老大 你知道西西山吗 哇 环境超美 我一直都好想去 那你也去呗 老大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这个广告的 相关跟进人员 所以你当然可以去了 那你呢 我也去啊 不是吧 带上带上 不是吧 老大 你明天可是有很重要的通告 退掉 不行 老大 你看 我给你排通告排的 我都发到地牢里大把了 你看 那 就那十二点 十五点 十七点 二十点 不行 不行 老大 这次不行 不准说不行 明天必须要去西西山 谁拦着我都不行 老大 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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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这个海港地铁集团的招标 已经延迟了 我觉得他们是在打 仲华联航的主意 所以你看 我们要不要私底下联系一下 仲华联航 没用 仲华联航的李奥 虽然是个美籍华人 但是据我了解 他是最反这个中国人人情世故 联系他反而适得其反 最后还是白白便宜了 一二的西西成 西西成这个矛头小子 我们不足为据 爸 舅舅 咱们今天是家庭聚餐 怎么一直聊工作呀 早知道这样 我和妈妈两个人单独吃了 好 莉莉说得对 那我们今天就不谈公事 舅舅至今还西夏无子 未来啊 麦谷集团还指望着 我的宝贝外甥女来帮舅舅啊 我不要 我从小就学画画 学珠宝设计 我还是喜欢我的老本行 你这孩子就是任性 行了 你就别说他了 这从小到大 我们不都是这么养着他的吗 爸 舅舅 你们不要对我期望那么高吗 我觉得呀 现在是给我找个舅妈 这才是耽误知己 好莉莉 这么快就把舅踢到舅舅这儿来了 齐军啊 我觉得雅丽说得对 你应该早一点找一个人 帮你料理一家屋了 我这董事长小舅子 年龄也不小了 别再挑了 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是挑吗 还不是因为你们两个 做甩手掌柜 整个卖骨的事都交给我了 这身为上氏集团的董事长 婚姻是这么容易的吗 好了 我们不说这个 莉莉啊 不愿意赖卖骨 没关系 因为舅舅相信 莉莉一定会把卖骨的事 当成自己家的事 对吧 那是当然 卖骨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 莉莉说得对 来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来 莉莉 为一家人干杯 来来来 原来所谓的拓展训练就是爬山 不过空气倒挺好的 辛苦是辛苦了点 就当是救化神心了 你累不累啊安洁 安洁呢 刚刚还在的 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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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打个电话别着急还 你把他搞丢的 刚刚你离他最近 怎么关机了 会不会手机没电了 怎么回事 你怎么把他搞丢了 我也不知道安洁刚才走得太快了 可能是哪个插落口 我没注意点 你猪脑子 别吵了 现在当务至今是要找到安洁要紧 我原路返回看看 你们去查了口找找 好办呢 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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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 野力 安洁 野心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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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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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安洁你在哪儿 安洁 习总 这安洁不见了 怎么习总也丢了 怎么回事啊 关键是习总的手机还关机了 这怎么办啊 听到这么黑了 老邓 我跟你说都怪你 怎么就怪我 怎么什么事都怪我呀 不是你安洁怎么会丢呢 你 猪脑子 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了 我们现在找到简小姐和习总最要紧 我要不给张教练打个电话 让他帮忙一起找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剑小姐 我不是坏人 别像防坏人一样防着我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 我想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人 能走进你心里吗 有事吗 没有 他是背叛你 或者离开你了吗 所以 即便他背叛你 离开你 你还是忘不掉 他在你心里 刻骨铭心的回忆 对吗 来 来 慢慢的眼睛开 是 眼睛 把我当做她 好吗 好吗 把我当做她 剑小姐 徐总 爱姐 姐 徐总 剑小姐 爱姐 剑小姐 剑小姐 你人在哪儿啊 当心当心啊 现在是晚上十点 等明天早晨六点天亮了 我们就可以找到 回家的路了 在这之前八个小时 我希望你足够信任我 不管我们相依为命也好 我希望你都能信任我 把我当做她 好吗 好 剑小姐 徐总 爱姐 等一下 太迟了 今天不找了 明天一早再找吧 教练再找找吧 太危险了 老大 老大 我们先回去吧 我们先回去吧老大 叶丽 老大 叶丽 安洁 老大 好 好 谢谢啊 你 不客人 你想象一下 如果此時此刻是她坐在你身边 他会怎么做 别担心 我会和你一起来 好的 唱歌 他会唱歌 唱什么歌 《红楼》 《红楼》 唱歌 《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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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 你去哪儿 《红楼》 《红楼》 你刚刚又和于董吵架 你们俩就不能心平气和地 好好说吗 我也想好好跟他说 可是这个老于 仗着自己是简式的元老 根本没把我这个董事长放在眼里 不至于吧 他也是担心简爱公寓 会拖垮我们见识 说实话 简爱公寓的规划方案 到现在都还没通过审批 也难怪他担心呢 他根本不是冲着简爱公寓 他只是借题发挥 他就是想把我 从董事长的位置上拉下来 所以才处处针对我 如果安杰能帮你 那多好啊 安杰 我意思是 安杰手上的股份 要是他能把股份都转给你 不行 我们还是不能这么做 毕竟 是他母亲留给他的遗物 我们还是走一步 看一步吧 淹琳 好了 结果 结果 好帅 淹琳 好帅啊 淹琳跟我这个地方 这个面前 淹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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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那个好了好了 跟我一起来 淹琳 淹琳 好了好了好了 淹琳要走了 好了好了 淹琳要去录节目了 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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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看你最近真是不得了 你看这些粉丝疯狂的 现在别想买一栋别墅了 买石头都没问题 说到别墅我跟你说啊 这段时间我在装修 千万别给我派工作 听到没有 雅丽姐姐 你和我哥哥是不是要结婚了 怎么突然这么说 我哥哥最近买了一栋别墅 好像是开发商装修好的那种 但是我哥不满意 正在找那种 专门做软妆的公司 这完全是在准备婚房的节奏好吗 雅丽姐 老实交代 你和我哥是不是 我真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真不知道 那我哥一定是想给你个惊喜 原来我哥这么浪漫 雅丽姐 我可以当伴娘吗 花童也行啊 晓晓 我想你是弄错了吧 怎么会弄错 我哥哥一直说 想把房子装饰的有设计感一点 雅丽姐 你不就是设计师吗 我哥哥一直说 对你很愧疚 想要补偿你 难道是用这个来补偿 哇 太赞了 你哥哥真的说 要把房子装修的有设计感一些 对啊 原来我哥哥并不是铁石心肠 他到底还是被雅丽姐姐 你感动了 晓晓说的 难道是真的 走吧 回家吧 爸 你找我有事吗 林妈爸晚饭做好了 我来叫你下来吃饭 你是专门过来叫我吃饭的 是啊 你小时候也经常 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玩玩具 到了时间不去吃饭 我也像现在这样 亲自到你房间来叫你 好了 快下去吧 一会儿菜就凉了 吃凉菜对胃不好 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吃饭吗 你阿姨带着玉琳 去外面的儿童主题餐厅吃饭去了 至于西沉呢 应该是去公司处理事情了 毕竟跟你们参加拓展训练 花费了他不少时间 那你怎么不跟阿姨和玉琳他们出去吃啊 因为 我想和我的女儿一起吃饭 吃一顿 不被外人打扰的晚餐 我记得小时候呢 你最爱吃的就是西红柿鸡蛋 所以我特地让林妈给你做了一份 那真的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早就不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看来我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看来我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这么多年 忙于工作忽略了你母亲也忽略了你 我最后悔的就是错过了你的童年 也错过了 你最需要父母陪伴的青春年华 你最后悔的 不说了 过去的事情你都过去了 听你的 不说了 安洁 以后我们父女俩呀经常像这样 吃吃饭聊聊天 好不好 好 好 吃吧 我没睡了 早就睡了 今天下午陪她在花园逛了一下午 估计是累了吧 谢谢你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疲惫 是因为最近都在忙着装修的事情吗 你怎么知道的 小小告诉我的 这丑丫头 你想好怎么装修了吗 没呢 大致是想装修的有艺术气气点 就像你们设计师住的那种房子一样 你说想装修的像我们设计师住的房子一样 对啊 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你尽管说好了 没什么要帮忙的吧 我找了设计公司 但是如果你能出主意也行 我客厅有面墙 一直挺单调的 我也没想好用什么背景 不如找人手绘一幅画吧 手绘的背景墙最有设计感和艺术气息了 你觉得呢 对啊 如果能手绘一幅百合花 这主意不错 谢谢你 帮我大忙了 百合花 你还要帮我看什么东西啊 你进去就知道了 太快了 行 等会 betrayed 小 radish 小辜闹 小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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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些你居然还留着 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回忆 我怎么会丢掉呢 每一件你用我的旧物 对我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 你看 这是你六岁的时候拍的 你当时刚刚画牙 拍照片时都不敢笑 那时候好傻呀 还有这个自行车 是你小时候最爱骑的 我记得当时呢 你满世界骑着它溜达 有一次摔了一跤 脑袋上磕了个大包 你都不怕疼 爬起来接着骑 是吗 这是你八岁的时候 亲手给我画的肖像画 不好意思啊 我把你画这么丑 没有 我觉得很好 我很喜欢 我当时把它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天天看着 安静啊 爸爸当时特别幸福 能收到自己女儿 给我画的肖像画 可是现在 你得用我手 再也不能给爸爸画画了 爸爸很难过 爸爸觉得对不起你 爸 您没有对不起我 您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恩等 好 放在这里合适吧 安静呀 来 坐下 爸爸有件事情呢 想跟你谈一谈 什么事啊 爸爸最近在董事会呢 遇到了一些阻碍 这些阻碍呢 所以把爸爸拉下董事长的位置 这么严重吗 那怎么办呢 我能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你当然能帮我 而且现在只有你才能帮我 就是你手里的那些股份 你 能不能卖给爸爸 爸爸给你足够的现金 这样的话 我在董事会的话语权就会更大 爸 你什么意思 安静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希望你以后能一直地开心快乐 不被公司的这些琐事困扰了 所以你要埋在我手里的股份 来坐稳你的位置 不是 安静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先帮你分析 我再也不要相信你说的任何话了 原来你之前做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要拿走我手里的股份 你怎么这么残忍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唯一的念想 你连这个都还要拿走 你现在什么都有 你有解释 你有新的家庭 你还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了 你为什么这么残忍 你为什么连这一点点的东西 都要从我手里拿走 安静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有我的苦衷啊 我不要再听了 你想都不要想 除非我死 谁都别想拿走我手里的股份 我是什么人 我是你的父亲 你都是我生的 你的东西当然也 真的是太可笑了 我明白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你这次让我回来 也没有打算让我待多久吧 好 我走就是了 你走 你走了就别再回来 我就倒霉你这个女儿 你真的非走不可吗 也许 他也有他的难言之隐 这样 你先看看有没有机票吧 我呢 现在马上去银行一趟 然后呢 我再回公司办点事情 行行行 先看看有没有机票吧 别急 怎么会闹成这样 是你啊 这么巧 巧吗 我刚从楼上健身房下来 倒是你在干嘛 我老远就看见你一个人 傻傻地站在这儿了 买的什么东西啊 手链啊 怎么是女士的呀 难道 要么送给你吧 送给我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礼物吧 真是送给我的 谢谢朴真哥 真好看 喂 叶玲 朴正 出来聊聊呗 我有挺多挺重要的事情想问问你 是不是又想打听安洁的事情啊 我告诉你我现在很忙 我现在也很烦 没时间 我让你问佳真好了 不行 我前两天拓展训练的时候 刚跟佳真呛了几句 我现在就在你们公司楼下的咖啡馆 你要是不来 我可直接去你们公司了啊 依我现在的知名度 要是去你们公司 会不会影响你们公司的工作 你自己见面看吧 我跟 喂 喂 简直是个无赖 是叶玲啊 又是让你打听安洁的事儿 这家伙 别理他 我得先走了 嗯 李公 您看您能不能帮帮忙 让我来画那幅背景墙 我从四岁就开始学画画了 我的绘画作品得过很多奖 论绘画技巧 我绝对不会比你请来的那些画师差的 而且 这房子就是业主给我准备的惊喜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之前业主跟我聊过说 这个房子送给一个女孩作为惊喜 原来是你啊 那好吧 既然这房子是你们的 就你们自己来画 不过还得要拜托您 千万不要告诉业主 那幅背景墙是我画的 我知道 您也想给他个惊喜对不对 嗯 行 那就按你说的办 你们年轻人真浪漫 哎 来了 看来你这个大明星啊 生活过得还挺逍遥的嘛 嗯 还不怕自己一个人出来被围观 说吧 找我什么事情 找什么急嘛 喝点什么 服务员 我现在是上班时间 不像你 可以耍耍脾气 什么都不干 我们小老百姓啊 不工作是不行的 可说吧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想问问你 安杰喜欢什么样的家居装饰品 虽然我知道她喜欢百合花 喜欢院子里面有银杏树 你还有什么建议啊 毕竟你是她哥 了解她吗 你把我约出来 就是为了问我 安杰喜欢什么家居装饰品 啊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喂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整天这么骚扰她 我跟你没完 不是吧 朴正 我可把你当哥们啊 我跟你是哥们 可是在我这里呢 我妹妹排第一 合着我才排第二啊 众美轻友 你多想了 我妹妹排第一位 我妹也排第二位 我妹也排第三位 你呢 就 靠边站 嗯 喂喂喂 原来你是这样的嫖子 没骨气的没空 没奴 哎 你就好心告诉我 好歹 我也是万人名 万人邪还差不多 你说两个小时以后还有一张票是吗 好 我要了 谢谢 谢谢